各位親愛的大英節目的親愛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網上的主要學 我們今天的主要學是要繼續看 聖經中的《屬靈真戰》第十四講 請大家低頭我們祷告祈禱 參與恩主我們多謝你 帶我們今天主要早上的時間 讓我們一起學習聖經中的《屬靈真戰》 讓我們靠主賜給我們智慧、安靜、專心的聆聽主的話語 感謝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 我們現在要看第九段 撒旦在抗野當中對以色列文的《屬靈真戰》 撒旦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 借著在抗野的環境與同行的那些閒責人 對摩西和對神發出怨言 以至於在神的憤怒之下 露氣之下在抗野漂流四十年 最後只有下一代的子民才可以進入加蘭地 但是神借著摩西頒本了律法 還有做了回幕 又借著約書雅和約加勒 下一代就帶著以色列文進入加蘭地 好,我們來看看經文 首先第一段我們看 初一及記第十五章 第二十二到二十五節 十六章第一到五節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走 到了舒爾的抗野 在抗野走了三天走不著水 到了馬拉不能喝那裡的水 因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馬拉 百姓就向摩西發言言說 我們學什麼呢? 摩西斗求耶華 耶華指示他一棵樹 他把樹丟在水裡 水就變填了 以色列全會眾從以臨起行 在初一及後第二個月十五日 到了以臨和西內中間 順的抗野 以色列全會眾在抗野向摩西阿倫發言言 好厲害 說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 以色列手下 哪時我們坐在肉窩旁邊 食得飽足 你們將我們領出來 盜者抗野笑叫者全會眾都餓死了 以色列對摩西說 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粉 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 他們要把所收進來的預備口料 給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就是馬拿 在這段經文我們看 第一件事就是 撒旦是激動以色列人 為了這個苦水 向摩西發言言 真是吐苦水 他們去到抗野環境 已經什麼都沒有 在抗野裡面 在加蘭 路又爛行 又沒有東西 他們是頸殼 因為很熱 沙漠地 他們沒有水 去到一個地方叫馬拉 先嘗試喝 水是苦的 喝不下 發怨言 這是第一次 一開始 他們不高興 不滿 他們沒有說珍惜 上帝給他們的生命 從哀求走出來 上帝行神職 救了他們的命 不記得了 總之我頸殼 我喝苦水 我不開心 我不高興 這樣就要攻擊摩西 還有撒旦又激動以色列人 為了食物向摩西發怨言 他們去了以臨 喝了甜的水 是好的水 但是 又肚餓 不高興 有水喝 不滿足 沒有東西吃 發脾氣 向摩西和阿倫發怨言 所以 以色列人很懂得發怨言 很懂得埋怨 這是前面兩件事情 第三件 插及紀理十七章 第一道十七節 以色列全會眾都尊嚴華的吩咐 按著站口從上的抗野往前走 再理非定安刑 百姓唯有水喝 所以與摩西爭鬧 說 看我們水喝吧 摩西對他們說 你為什麽與我爭鬧 為什麽試探而說 百姓在哪裏 慎學 要學水 就向摩西發怨言 說 你為什麽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生畜都學死呢 摩西就呼求 而說 我向這百姓怎樣行呢 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 而說 對摩西說 你手雷拿著 你先前擊打河水的將 帶你以色列的幾個長老 從百姓面前走過去 我必在何你的抗野那裏 何你的盆石那裏 站在你面前 你要擊打盆石 從盆石裏 必有水流出來 使百姓可以學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 他給那地方 起名叫馬薩 又叫米利巴 因以色列人爭露 又因他們試探而話說 而話是在我們中間不思 我們看看 又是以色列人發怨言 這次 撒旦藉著法性口渴 又頸渴 向摩西發怨言 這次嚴重了 甚至乎要殺摩西 摩西說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 即是沒有水喝 又渴了 上一次有水喝 但不可以走回頭了 繼續走的時候又沒有水 我們看到沙漠地在抗疫這邊 水真的很重要 但他們真的很憑信心 他們帶了多少水 上一次拿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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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路程都不知道多久 多遠 水會喝完 喝完了怎麼辦 這個信心真的很大 我們現代 我們出門都要拿水瓶 都要計算我們的時間 太久了 水不夠就怎麼辦 但現代化城市到處都有水 容易找到水 但在古代很落後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所以第二次又沒有水喝的時候 哇 那個情緒激動 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摩西了 第二 我們看到神 就叫摩西在百姓面前 行一個奇蹟 就是拿個仗打一個盆石 打了盆石之後 盆石就有水走出來 他們就可以喝了 有水了 而且不是少少水 是很多水 這就是神 是要摩西在百姓面前 行一個奇蹟 讓他們看到神與他們同在 讓他們有信心 不要害怕 好了 第四件事 我們就看了 是描及記的第十七章 第八到七節 那是阿瑪利人來 在你非定 和以色列人爭戰 摩西對玉書下說 你為我們選出人來 出去和阿瑪利人爭戰 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象 站在山頂上 於是玉書下照著 摩西對他所說的話下 和阿瑪利人爭戰 摩西阿倫與以護耳 都上了山頂 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 何時誰手 阿瑪利人就得勝 但摩西的手發沉 他們就搬石頭內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阿倫與護耳扶著他的手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那邊 他的手就穩住 直到入落的時候 玉書下用刀殺了阿瑪利王和他的百姓 以華對摩西說 我要將阿瑪利的名號 從天下傳言圖沒了 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紀念 又念給玉書下聽 摩西足了一座壇 起名叫以華尼西 又說 以華已經起了世 迫世世代代與和阿瑪利人爭戰 我們看到這裏 撒旦借著阿瑪利人 來攻打以色列人 這就是撒旦攻擊了 不單借著以色列人的埋怨 而且遇到在抗野裡的強盜 趁著這些經過抗野的旅客 筋疲力盡 在非常疲乏的情況下 他們就搶他們的東西 殺害他們 所以阿瑪利人就是撒旦的工具 興起激動阿瑪利人去擊打以色列人 但是神就簡選玉書下 然後摩西又對玉書下說 你又為我們再簡選一些人 選了一些人就起來 帶領以色列人去跟阿瑪利人爭戰 結果得勝了 當然了 我們也看到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特別記載到關於淑寧珍戰 討告的重要 摩西 阿倫 胡爾 三個人在山上 他們怎樣呢 就舉手討告 藉著摩西在山上舉手討告 摩西的手 什麼時候呢 舉起來 以色列人就得勝了 奇多奇多他也不夠力 守誰下來了 阿瑪利人就得勝了 嘩 這個真是很激烈的 很重要的 山上的討告決定生下的勝利 和淑寧的爭節 是影響了實際的事情的結果 所以神接著摩西在山上的討告 就戰勝了敵人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德勝了之後摩西起了一座壇 起名叫阿瑪利西 就是我的驚奇 就是我的德勝的意思 又是說了一句說話 要說已經起了世 必世世代代和阿瑪利人爭戰 就暗指背後的屬靈的根源 就是撒旦和邪靈 就是阿瑪利人 是一個強奴 抗野裡面的一班惡霸 和以色列人爭戰 打仗 都站在背後 其實就是魔鬼撒旦 所以世世代代代 阿瑪利人 是一個強奴 抗野裡面的一班 和以色列人爭戰 都站在背後 名號都除了 都沒有了 為什麼還要世世代代 和阿瑪利人爭戰 就是和阿瑪利人 背後屬靈的 黑暗的勢力 就是魔鬼撒旦 和他的跟隨者 邪靈 所以我們看到 各個世代都有 現代的阿瑪利人 攻擊以色列人的 攻擊神的 子民的 背後 就是魔鬼撒旦 好了 我們繼續看 蔡及記第32章 第1到第10節 百姓見摩西 延遲不下山 就大家聚責 讀阿倫那女 對他說 起來 為我們做神將 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 因為你我們蔡及地的 哪個摩西 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麼事 阿倫對他人說 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子兒女以上的金環 那來給我 百姓都摘下他們以上的金環 那來給阿倫 阿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 逐了一隻牛毒 用挑剔的器具造成 他們就說 以色列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阿倫漢見就在牛毒面前觸談 且宣告說 明日 要向阿倫首節 次日 清早 百姓起來獻繁祭和平安祭 就坐下吃河 起來援灑 阿倫吩咐摩西說 下去吧 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已經敗壞了 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 為自己逐了一隻牛毒 向他下敗 祭祭 說 以色列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以色華對摩西說 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看的百姓 你且游著我 我要向他們發烈怒 向他們滅絕 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可以看到這裏就是摩西上山 去親近神 神要將這個十屆 律法頒布給摩西 但摩西在山上 時間很久了 以色列人在山下見不到摩西 他們就招急 然後他們就去到阿倫阿裏 做什麼呢 我們看到就是 撒旦借著阿倫 來為背叶的百姓做金牛毒 他們叫阿倫做一個金牛毒 我們看到 整個百姓 就陷在拜偶像的罪裏面 這就是摩西的工作 趁著神的牧人不在的時候 一隻狗狗陣 在背後就開始出主意了 就開始做金牛毒了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就是摩西的哥哥阿倫 都信心動搖 是不是 都濫敵主義 百姓叫他這樣做 他就是民選 民主 大家的意思都是好的 做一個神出來 人造神 就是信心動搖 聽人的意思 多於聽上帝的意思 就開始做 用那些 金色 就做了一個金牛毒出來 神絕著摩西的代求 和施行神的審判 摩西下山之後 看到那些情報 大發烈露 上帝就審判 這些背叶的百姓 然後就叫那些人 將三千位 背叶的百姓殺了 他們背叛上帝 摩西就叫人 立場堅定 要敬佩神 站在一邊 拜交謀毒 另外一邊 神就借著這尾人 審判這班被背叶的百姓 這樣就死了三千人 很嚴重 這是魔鬼撒旦的一個詭計 我們繼續看 文數記 第十一章 一到三節 四到六節 三十一到三五節 又發生什麼事呢 眾百姓發怨言 他們的惡語 達到耳中 聽見了就怒氣發作 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 折燒到贏的邊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華 火就飾了 那地方便叫做 他被拉 因為耶路華的火燒在他們中間 他們中間的閒澤人 大起貪欲的心 Essidian又哭吼說 誰給我們肉吃呢 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 不花錢就吃魚 也記得有黃瓜西瓜 韭菜 蔥蒜 現在我們的心 血 呼結了 隨著馬拿以外 還有沒有眼前 並沒有別的東西 為了吃東西 又來過了 重複的話 沒有東西吃 馬拿 沒有味 沒有吃 我們如果是吃肉 結果上帝就藉著 鵪鵪 下面也記載 有蜂蟲 又說哪裏刮起 把鵪鵪由海裏刮來 非散在營邊或營的四位 這邊若有一天的路程 哪邊若有一天的路程 你地面若有二閘 百姓起來 中日中夜 並刺日一整天 補取鵪鵪 至少的也取了實 賀梅爾 為自己擺裂在營的四位 欲罪他們的牙齒之間 尚未雀爛 而說怒氣就向他們發作 用最重的災殼擊殺了他們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羅哈塔瓦 因為他們在哪裏埋葬 哪起貪欲之心的人 百姓從基伯羅哈塔瓦走到哈西陸 就住在哈西陸 基伯羅哈塔瓦的意思就是 貪亂之人的人奮墓 我們看到 這裏是撒旦 繼續穿著百姓的惡魚 向上發怨營 這裏又覺得環境艱難 路又難走 發怨營的時候說了一些很惡毒的說話 上天就藉著火來燒他們 後來因為 摩西的土局代土 好 平息了這個火 所以神就用火來審判以色列人 今天這件事 完了 沒多久呢 又 百姓的發怨營 以前也是在 其實是撒旦 藉著他們的 肉體 私肉 那些人有很多慾望 吃肉 想吃東西 這次真的想吃肉 藉著一些閒澤人 他們中間的閒澤人 這些閒澤人 可能就未必是猶太人 不過也想跟他們一起去撒旦 或者他們都是白偶像的人 信心是不純正的 所以叫做閒澤人 很閒澤的 不是純的 猶太人 不是在一起 都是同一個血統 或者是想跟他們 去撒旦 或者是別的做的人 總之 這些閒澤人 就挑起了食慾的問題 明天我們在埃及 有很多東西吃的 有黃瓜西瓜韭菜 有蔥有蒜頭 有很多東西吃的 很有味道 就開始埋怨摩西 埋怨上帝 結果 上帝就說 好 你們想吃肉 就吃到夠了 這樣 就被鵪鶉飛到他們當中 或者他們真的吃太多 因為肚子餓太久 一吃太多 這樣就暴斃了 吃太多 而脹死了 我們再看文數記12章 第1到10節 摩西取了古實女子為妻 不得暗和阿倫 因她所取的古實女子 就毀謀她說 難道 而是說 單與摩西說話 不也與我們說話嗎 而是說 而是聽見了 摩西為人極其牽和 勝過世上的眾人 而是說 忽然對摩西 阿倫 不得暗說 你們三個人都出來 都會莫這裏 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 而是說 在雲署中降臨 站在會務門口 朝阿倫和美利安 這人就出來了 而是說 你們請聽我的話 你們中間若有 才知 我 而是說 要向她顯然 在夢中與她說話 我的博人摩西不是這樣 她是在我全家中心的 我要與她面對面說話 乃是明說 不要迷語 並且她必見我的形象 他們毀謀我的博人摩西 為何不懼怕呢 要向他們依人發怒而去 雲采從會目上 羅開了 不料 美利安掌了大麻風 有說哪樣白 阿倫 一看美利安掌了大麻風 非常緊張 我們就 經文暫時看到這裡 很長 後面我們看到 當然了 摩西也為美利安 為她的姐姐討告 後來才康復 但我們看到這件事 就是 撒旦對摩西的攻擊 對神的攻擊很厲害 首先 借著 以色列人百姓的埋怨 借著閒澤人在那裏 都是為了吃東西 喝水 埋怨摩西 但現在 撒旦借著 美利安和阿倫 是因為摩西 娶了古實 女子為妻 為了摩西的婚姻 向她發出攻擊 就是 說 你怎麼可以娶一個外邦女子為妻 但上帝就 發怒了 令到美利安掌大麻風 然後 這個紛爭 家庭裏面的紛爭 就自食了 聖經講到 摩西為人謙和 勝過世上的眾人 她面對姐姐和哥哥對她的攻擊指責 她是不說任何說話的 不為自己辯護的 她就 將這件事 交給上帝 就是摩西 她個人的婚姻生活 她的問題 她自己 面對上帝 鄉商也是負責 但是 美利安 她自己的姐姐和哥哥 看不習慣 你怎麼可以娶一個 膚色比較黑 有些種族歧視也不定 你怎麼可以娶一個 股實女子為妻呢 當然我們看到 摩西娶股實女子為妻 在色經上 和解經上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 其實是指摩西的原配 細波拉 因為細波拉是米丁的女子 所以有些 藐視她的意思 藐視她的老婆 這是一種說法 有些人解釋 這個股實與米丁的關係 但是有些聖經解釋 就是說 這個股實女子 真是股實 是埃塔亞伯 是愛族的 不過 就不是加蘭族的 是含的後代 可能 就猜測 摩西的原配 西波拉已經死了 所以摩西再娶一個老婆 其實都是沒有觸犯 律法的 而摩西的律法都沒有頒布出來 所以摩西和外邦女子 所以結婚 當時可以接受 是含的後代 但是 最大的原因 無論這個女子 摩西的老婆是誰 其實 她姐姐和哥哥 對她一個攻擊的真正原因 就是藉著這個婚姻問題 是想念奪權的 難道而是說 單與摩西說話 不也與我們說話 就是 就是一種 熟練權變的爭奪 其實這也是 魔鬼撒旦的一個詭計 往往在教會裡面起紛爭 都是因為 在熟練權變上 大家不服從 現在上帝是 簡選了摩西 雖然 美利安是姐姐 阿倫是哥哥 但是在熟練權變上 他們都要服從摩西 但是他們不服 所以不服的時候 藉著摩西的婚姻 攻擊她 導致她 上帝私行審判 讓美利安 生大麻蜂 我相信 美利安開始 發起了這個 埋怨和攻擊 直到 摩西為她對求 這件事才是指釋了的 好了 我們就 要 有時間 停在這裏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 好幾段的經文 是關於以色列人在抗議中 向神發怨言的 我們看到 魔鬼撒旦在抗議中 用各種不同的途徑 來攻擊以色列人 這都是給我們要警惕 小心 怎樣面對魔鬼撒旦的攻擊 讓我們靠著相對的力量 而打美好的成仗 好 我們最後就到這裏 預言相對致福比利 消息 拍照 為人 無法 選擇 像 明星 有 一